Hello 大家好 我是Vivia 欢迎来到微度设计 微度设计 设计生命的微度 那今天呢 我们很荣幸请到了硅谷大旧 一位知名的PM博主来做客微度设计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想讨论一下 PM和设计师怎么样合作才能有最好最大的效果 大旧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吗 好的 大家好 我叫旧 那我的网名叫硅谷大旧 我现在是Google的一个产品经理 那我在Google呢已经快七年了 然后我做了许多不同的产品的产品经理 做过广告 做过企业软件 做过视频相关的产品 那我自己呢 也这个运作自己的一个个人的自媒体 叫这个硅谷大旧 Big Joe 那大家在YouTube 还有bilibili 还有这个微信的公众号上搜索 就都能找到我 搜硅谷大旧 那今天呢 非常有幸的来参加这个Vivia的这样一个节目 那我们俩也是同事 所以也是挺巧的 那Vivia你是哪个组的设计师呢 我现在是在Google Assistant做交互设计师 那我之前是在Google的Gmail还有Chat 哇 好棒啊 能够参与到像Gmail这么大的影响力的产品 就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 谢谢 谢谢 那个当然硅谷大旧的经历也是非常丰富的 他做过很多不同产品的PM的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是想跟大旧就是探讨一下 好啊 PM眼中一个好的设计师是什么样的 那在设计师眼中怎么样去跟不同的PM打交道 然后能得到最大的效果 那其实我工作快四年了 我也经历过不同的组不同的环境 然后见过新新色色的不同的PM 然后当然有很多非常优秀的PM 就是有一些PM他可能是自己开过公司做Star 公司被Google收购了之后 然后就作为一个产品的一个PM 还有一些可能就是NBA毕业的进来Google做PM 像大旧这样的 好像大旧是有NBA的经历 讲讲你的经历 对 所以在硅谷的产品经理有很多种不同的这样一个路径 那我的话是在国内工作 然后又读了NBA 然后NBA毕业之后来谷歌做产品经理的 那也有的人是在内部做别的职位 比如说工程师设计师 然后转岗成为产品经理的 也有怎么样做工程师 转岗成为产品经理的 也有自己创业被收购成为产品经理的 等等各种各样不同的经历 那也因此其实产品经理是一个非常的不同化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因为每个产品经理的背景都不太一样 有的人是商业出生 有的人设计出生 有的人是工程出生 所以每个人的情况都很不同 他们的风格其实是迥异的 产品经理的风格迥异 这点其实是很特别的一点 因为工程师和设计师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行业内部大家的这个这个相似性还是很大的 但产品经理非常不一样 那这点来 从你们角度来说 你们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产品经理 那对于设计师来说 哎 遇到这个PM 他怎么是这样的 遇到那个PM 他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吧 比如说有的PM 他会 非常的注重给设计师空间 设计师就是给一个PRD 你自己去设计 也有的PM非常怎么样呀 非常抓这个各种细节 各种各样交互 说你这个地方一定要这样这样设计 你把这个地方要这样这样这样 网上有一个很搞笑的图片 对吧 就设计师在那做图 后面一堆人指手花脚 对吧 那这种就属于非常的抓细节的产品经理 那你遇到这种产品经理就怎么样呀 对设计师来说有的时候也蛮痛苦的 也蛮痛苦的 那有的产品经理呢 他是那种比较讲究战略的 讲究优先的这种 这种比较transparent 就是他愿意把自己的想法更多的跟足利的人做分享 那有的产品经理呢 相对来说就不一定这样 他有的时候不是他只会告诉你你要做这个做那个 那对于设计师来说呢 或者别的职位来说呢 那就更加怎么样 非常难一点 有的产品经理呢 是那种 他比较相信比如说用户的调研 那UX多很多research 那有的产品经理是怎么样呀 比较相信自己的判断 或者是做更多的数据方面的分析 那这种呢 他就不参加用户调研 那用户的这个反馈从UX这边来到的呢 他也呢 不能value 不能value 所以这个呢也是比较不同的产品经理的风格 还有一些产品经理呢 他们的做事风格呢 是那种 非常猛 然后天天催着你 设计什么出来 下一稿什么出来 明天早上能出来吗 对吧 就是设计师呢 就成为了所谓的工具人 对 就是奴隶 好惨 对吧 然后呢 这种就比较 也是一种产品经理 一种产品经理 所以从设计师角度来说 你们比较喜欢什么样的产品经理 这什么产品跟你合作 你们是最喜欢的 对 就是其实当我刚入职的时候 我的manager就会经常跟我说 你要跟PM去做好朋友 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之前其实我做了一些实习 然后一般不是互联网行业的 他们就不太有PM这个职位 然后所以我没有接触过很多PM 可能接触是像PGM这样的 可能PGM它是管那种timeline什么之类的 跟PM也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中间也是打过很多交道吧 就是我自己来说 我是特别喜欢那种 比较open to idea embrace innovation这一类的 就是比较喜欢有创新idea的这种PM 另外它是可以给设计师很多的空间 去探索你的设计 然后他也会比较尊重你的想法 就不会说一意孤行 说有点那种bossy 让你去做什么 你就去给我做这样子的 这一类是我比较喜欢的PM 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就是transparency 就是这一类我觉得 就这一个点对于整个团队的统一 还有团结都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一个方向 而不去做其他方向 然后如果PM能告诉我们说 因为我们做了这些研究 然后这些数据告诉我们 这样一个方向会支持我们的产品 更好的走得更远 然后这样就给我们设计师一个信心 说我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是有意义的 我是去相信它是可以成功的 然后这个transparency 对我们来说感觉也是非常重要的 说这个事呢 我想你就提醒我了一个有趣的一个事情 就是很多时候呢 不同的岗位对于产品经理的理解 有的时候跟我们产品经理 对自己理解稍微有点不一样 就比如说设计师会觉得 产品经理是有权利 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他会有很多的这个天马行空的空间 如果他选择比较的保守 他可以选择保守 他想选择创新 他可以比较创新 事实上其实并不是这样 就是说产品经理实际上是有大量的限制 他有所谓的就是constraint 就他是有种说法 这产品经理是带着脚铐 在跳舞 就是他是想跳舞 但他其实浑身都是限制 因此呢 产品经理有他的这种各种难言之隐 知道吧 再比如说他做很多的这个产品决策的时候 他是想跟你这个非常透明的讲 但是实际情况是就是他自己也没有想的很清楚 然后呢 他讲的也不能够完全的把自己的想法 百分之百的能够信服出来 当然了 这点我觉得对产品经理的沟通其实也是一个挑战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呢 你产品经理做一个决策 的确是怎么样呀 不是百分之百有信心的 但他你他可以把这点讲出来 就是说我认为这个事情呢 我没有百分百信心 我觉得呢可能百分之五六十 我觉得这个方向可能是有有意义的 那我想跟你们的磋商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做出去做些实验 捕捉一些信息 其实他这样讲也是可以的 也是透明的 我相信设计师也会 对 也会批识 因为就算他 因为没有人可以预测未来 对吧 他可以说我不是完全有信心 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 目前来看最有可能的方向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设计师也还是能够理解 所以这种沟通其实是很重要 就哪怕你不是特别有信心的 也要讲出来 也要讲出来 或者甚至说 有的时候你可以这么说 我们现在呢 没有很好的选择 我们只不过是在三个不好的选择里面 选一个相对 没有那么不好的 你这么讲呢 其实设计师也能理解 虽然设计师会知道这个 这个设计选择是不好的 但是他知道明白 你实际上另外两个更不好 对吧 这样的话呢 对于产品经理的沟通能力 也是有很大的一个要求吧 对 我觉得就是特别是一些 产品面临一些大的改变的时候 整一个团队都很争议 有很多争议 然后非常controversial的一个direction的时候 那这种跟团队的沟通 其实也是就是体现一个 PM就是领导力的一个方面吧 就是虽然说 这些东西没有百分之百 100%success 这么一个信心 但是能够跟 就是团队去说 说我有这些concern 但是呢 我同时也有一部分的信心 可以我们可以做好 然后这些决定是基于 在这些方面的研究 还有思考下去做出的决定 我觉得这样就给团队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能够接受的方式 对 那有一些可能就是会 也不跟团队解释说 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个大的转变 然后就是你就听我的 我就是对的 这可能之后就啪啪打脸了 所以我觉得就跟团队去沟通 然后说我们一起去做一个这个事情 然后风险大家一起承担 这样是一个能够更好的 促进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方式 是的 而且另外一点呢 我觉得产品经理 一个好的产品经理他能做到 就是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沟通方式 因为真的是就是你在公司里面的科技公司 你发现每一个人的性格特点是很不一样的 那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点generalize 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把大家联评化 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共同点的 比如说那工程师呢 我们一般认为呢是比较理性的人 那设计师呢相对来说比较感性一点 有一些美学的感觉 然后呢比较了解用户 有很好的empathy 那商务呢更多的是对这个生意非常有感觉 那么他们呢往往对数字对金钱就比较感觉 对生意的这个规模比较感觉 那好的产品经理呢 最好是能够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语言 让他们都能够彼此理解你讲的意思 就比如说你对工程师可以说 拿出数据来跟他沟通 或者说你说你这样做 你这个系统的可复用性就很强 对吧 有很大的规模效应 你的设计师呢 有的时候呢 我觉得可以用更加感性的一种方式去沟通 比如说可以给设计师秀一个视频 说你看我们用户在这 在这个视频里 你看他抱怨的多么的怎么样呀 多么猛烈的抱怨我们的产品 你看他都快哭了 对吧 用这种相对来说有视觉冲击力的方式 或者你可以跟设计师用一种描述的方法 说哎 你想想看 这个东西做成这个样子以后 他这种体验是这个样子 对用户会非常开心 对吧 用这种像 而不是用什么系统的可用性 系统的可复用 系统的什么样规模化 这就不同的沟通方式 我觉得好的产品经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能够更好的跟设计师 工程师和不同团队的进行沟通 那刚才大家就讲到呢 跟不同的职位 需要用到不同的语言 那其实作为设计师来说 我们也是一个 就是职场上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吧 就是你需要去了解不同的人 他看重的什么东西 作为PM来说 你们比较看重的是什么 比如说你做一个产品决策 或者说你跟设计师合作的时候 你比较看重的是什么 设计师说给你propose一个idea 然后你会从什么方面去evaluate 那几个点是比较能够打动PM 明白 从PM角度来说呢 这点其实可以跟设计师作业分享 这PM是怎么做决策的 那很重要的就是 PM它一般都会有一个 叫做North Star Go 就是你这个东西的最核心的 这样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那如果你的这个设计 或者你的想法 能跟这个目标 能够契合在一起就比较好 那什么样的 第一个就是说 比如说你的目标是 增加你的用户数量 或者你的目标是 有更多的经济收入 如果你的产品是一个 是个商业产品等等之类的 那你首先有这么一个目标 然后你这个设计呢 要想说 我怎么在什么情况下 能够移动这个目标 而且这个移动的目标的 这个结果是一个可规模化的结果 就是不是只移动一点点 而是你做之后 可以影响到你这个 这个平台大部分人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常常遇到说 这个设计师给我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是很好 但是呢 这个想法只对某一点点的人有用 那么这个情况 产品经理往往就不会去 想要把这个事情拿来做 他比较在意的是 能够影响到大部分的 所有的人 或者大部分的人 让他整个产品 能够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好处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挺有意思的点 因为我们就是设计师来说 我们的一些设计方法 就是会比较推崇 从一些niche 就一些target group开始去做起 这样你才会比较了解 他们的一些用户行为习惯 然后你做的设计会比较贴切 他们的那个需求 再去考虑scalability 去拓展到不同的用户 我觉得可能这就是 我们设计师和pm 在沟通的时候 产生不同理解的地方 其实我个人非常理解 因为我也很喜欢好的设计 只不过说在科技公司里面 因为你的资源是很有限的 所以你不得不去 先做影响力大的事情 倒不是说我不喜欢 对于niche的人做好的设计 我也很喜欢的 我也很喜欢有一个产品 或者功能专门对大旧设计 大家用的特别爽 我也很高兴 但是真的做公司资源 这样一分配来说 因为资源是有限的 如果你的资源是无限的 那我什么都可以做 但是有限的时候 你就不得不去选择 对用户的影响范围越大的产品 就越好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产品的 阶段也有关系 比如说像一些 有大量用户级的产品 比较成熟的产品 他们就可能去 需要更多的考虑说 我这个产品这个feature 能不能更大程度的提升 这个影响力 然后像一些初创的 或者是一些new idea 可能一开始并不能做到 我要涵盖所有方方面面的东西 那必须可能从一个小的点开始 去把这一点做好 然后再慢慢的成长 我觉得可能跟产品的阶段也有关系 顺便说一下 当时我刚才讲了 这个产品经理跟设计师 有一些不同思维和gap 对吧 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跟所有的职能一起合作的时候 我觉得设计师是作为产品经理来说 合作最快乐的一个职能 我总体来说跟设计师的 跟设计师的合作非常好 总体来说非常好 就是设计师能够跟好的优秀的PM合作 也是整个过程会变得 就既有天马行空的想法 又有能够落地实现的这种 真正的impact 对 我对设计师的感受是这样的 就是说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对不起设计师 就是因为设计师真的是有很多 很好的idea 设计师都被我掐死了 就是说其实真的很好 我会觉得他们会不会非常的难过 但是没办法 就是你有的时候会做一些决策 但是我觉得设计师 我觉得设计师为什么好相处呢 是因为设计师 他的这个职业本能吧 他有很强的empathy 就是他很能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那么他平时就站在用户角度 去思考他的产品设计 他也能站在跟他沟通的人角度 比如站在产品经理的角度去思考 或者跟别人角度去思考问题 所以呢 我觉得这是设计师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优势 一个优势 所以说我觉得跟设计师的合作 总体来说是挺舒服的 挺好的 对可能就是一些职业特征吧 就可能会从别的职位的人去考虑问题 那其实就是从设计师小白到比较有经验的设计师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区别 就是小白设计师可能我只考虑 我这个设计好不好 有没有意思 然后这动效炫不炫酷 这些方面的 然后如果人家说我不能给你做这个东西的话 就会非常的frustrated 然后但是你慢慢的去成长积累经验之后 就会发现其实我越来越能了解 就是各个职位的人都是带着脚铐在跳舞 就大家都想去做一些非常炫酷的东西 但其实你要考虑成本 时间人力 这各方面实际的因素 那其实 其实最重要的就不是说你这个idea多好 而且说你这个idea能 到底能够实现成什么样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一个点 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去 就是更设身处地的为对方去想 就是说对于PM来说 他们可能会更关注这个东西 到底有没有大的impact 能提升多少数据 对于engineer来说 这个设计是不是能够就是 能够让他们就用 用到已有的资源 然后去减少这些人力的投入 而更多的去放在解决 这是technical上面的东西 对这里我去想到一个故事 或者一个例子 我以前在广告部门工作的时候 有一个design manager 他叫做Ben Ben这个人 我觉得他厉害就厉害在 他非常能够用别人的语言去 讨论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一个相对比较年轻的 或者是刚入职的设计师 他会这么跟你 argue 说这个东西用户体验好 这个东西你看用户这样这样做就好 但大家讲这个事情 起来是用的是设计师的语言 就是你比如你一个产品经理 跟工程师的时候 你要你要讲说我这个是用户体验 怎么怎么样 或者这个交互怎么怎么样 或者是哪怕你做过research 这个也是做研究 也是设计师的语言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Ben他是一个设计经理 他已经比较有资深了 所以他跟我们 跟产品经理 跟工程师开会的时候 他有他的观点的时候 他说我这个东西应该这样设计 别人认为不一样 他不是说 我认为这样设计的用户体验好 他说 那我应该获取一个什么样的数据 来帮助我们做这个决策呢 来我们要不这样子 我们下一步 我们请这位同学去 比如说分析师 或者是工程师或产品经理 去取这个数据 等数据来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 让我们再一起做决策 他其实是用的是产品经理 和工程师的方式 你得用他们的语言 你才好 你才能够去说服他们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棒的 一个一个数据模式 就你刚才讲的 就是你如果非常小白 你可能只从想到自己的角度 但是你跟人合作的时候 你想把你自己的想法 去传达出去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从别人的数据方式 去说服别人 对对对 也就是用别人的语言 去让别人更相信你这个设计的价值 是的 Different language 其实是一个 就是职场之间的一个很大的话题 就是你怎么样去了解 不同职位 他看中的什么东西 然后用他们的看中的东西 去说服他们 去跟你做一些事情 那因为我在Google 也会做一些Google Design Spring 那Google Design Spring 虽然说是Designer 他率先提出来的一个 这么一个合作方式 但是他也是非常倡导 就是团队合作 还有用不同的语言去进行沟通 那在这些Spring里面 我会经常看到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虽然说在一个组 但其实他们沟通起来并没有那么高效 或者是并不了解对方到底是做什么的 是 那你刚刚讲到了Google Design Spring 那我其实经常听说这个话题 但是其实我没有参加过 我知道设计师有做过这个事 我觉得也是在硅谷和Google里面 各大科技公司吧 都非常常用的一种设计方式 我觉得非常值得 向我们的这个读者推广一下这个事 特别是国内的一些读者 做软件设计和开发什么的 所以今天也挺好的 因为是一个非常资深的 Google的UX设计师 跟我们讲讲 到底什么是这个Design Sprint 嗯 好啊好 其实这个Design Sprint 我之前也做过一些访谈 或者是并分享的这种节目吧 然后我发现大家 不管是北美还是国内的设计师 PM对这个话题都非常感兴趣 因为就是职场合作 这个是个永恒的话题 大家都在找不同的方式 去让这个合作更加的融洽 那Spring它其实是用五个阶段 在一周的时间内 去做到一个团队合作整合 Brainstone idea 然后最后align on the design 那Spring的意思是说 因为Spring英文的意思是冲刺嘛 就是说它时间特别短嘛 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它Spring的特点就是 我这么一个topic 我可能只用一周 大概把一个设计的idea 去validate出来 所以叫设计冲刺的原因 就是说因为平时的设计 你可能要设计个几个月 或者几个周 现在是一周时间设计冲刺 就做成一个一万米 变成一个一百米跑 对对对 因为大部分情况 可能大家都是有 四五个不同的项目吧 然后每个人可能 我这一周 我就一天两天时间 去做这个项目 对吧 其他时间都放在别的项目 那一个项目就可能拖很长时间 是的 然后拖着拖着 然后就可能 像是了那个竞争的时机 什么这方面的 那什么时候会使用 这个设计冲刺 Design Sprint的 什么时候不用呢 对这是个好问题 就是其实Spring 它是比较适合在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你的团队 如果是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 然后你并不清楚 说我这个direction是什么样的 就像刚才 大家就说到 就PM 为什么不跟你说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方式 就是你可能自己 还没有想清楚 那一个人的想法 可能有时候 就会有点会有限 所以我们会说 那就把整个团队融入进来 然后大家一起去分担这个压力 然后去把每个人的知识去分享出来 然后再整合出一些idea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 大家都理解过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direction 然后并且大家都有一个sense of ownership 就会更投入的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效率更高 对效率更高 很多时候一些知识点啊 或者一些数据都掌握在不同人的身上 明白 然后在这个可能大部分普通的沟通中呢 就这些东西 对就没有一个全局的观念 就像盲人摸像一样 每个人只看他自己这个像耳朵啊 像腿啊 只看自己那一部分 然后结果到最后 大家就没有一个全局的一个方向感 除了这个在产品初期的时候 有没有别的时候需要这个设计数字呢 对那第二个呢 可能就是说当你的产品进入了一个瓶颈期吧 就是没有了一个创新的一个动力 然后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发展了 这个时候也是用Sprint去做一个jump start这个概念 就是让你给你再充点电 对 然后就重新去考虑我们这个产品怎么样可以再扩张 怎么样可以去重新定位一些不同的用户 明白那好 那要不要你能简单介绍一下哈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 当然你也不用讲一个小两个小时就快速的跟我们简单介绍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应该网上也有些方面信息 对对对对 关于这个Sprint怎么做的话 我以后也会在我以后的几期节目里面去做更详细的分享 然后之前我也在UX人质上面去做了一些云分享 然后它大概就是分5个阶段吧 然后这5个阶段就在传统的Sprint里面它会分5天 一天做一个stage就比如说第一天是understand 就是去理解understand the problem 那understand呢就是说让你从360度这个角度维度去看你这个challenge 对更好的去找到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第二天就是sketch就是说会让大家去尽量的去想一些idea 去brainstorm idea然后它是一个diverge的过程 就是brainstorm就想更多可能性 然后第三天呢就是一个decide的过程 就是你这么多可能性之后你需要做一些决定对吧 所以就是一个converge就收回去 然后它是通过一种民主投票的形式 不是说谁输了算 那可能会我们一些Sprint里面会有一些director啊 这种VP这种大人物来 他们也是一票 他们就可能有一些什么一人顶两票这种吧 因为就是这个要看这个VP的性格 或者是director的性格 他们有些人说我想要民主大家都一人一票 但有些人说我不想我希望我的权重大一些 因为这个是实际上会真的变成产品决策的对不对 所以如果一人一票万一这个角色错了怎么办呢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前期会跟他们沟通 就是说你想这个Sprint到底是呃就是大家天马星空 然后去想一些新的idea好 还是说你已经有一个大致的方向 然后你比如说想让大家更加团结一致去做一个做那个方向 这个时候就是看你的那个出发点吧 那有一些lead他们就可能说我就想多一点票 或者我想基本上不太有可能那种一票否决权这种哈 就是因为毕竟Sprint是一个合作的形式 是的 然后第四天呢就是叫Prototype 然后可能大家做互联网产品都比较了解 就是你去验证一个idea 你先去把它做出Prototype产品模型原型出来 然后你再用这些Prototype呢 去模拟那些可能用到的一些用户的行为啊习惯特征 谁做Prototype啊设计师自己做呢 对就是看你的参与的人可能有时候是设计师 然后有时候可能是Engineer会做一些简单的Prototype 还有一些叫UXEngineer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工种吧 他们是介于Engineer和设计师之间 然后第四天呢就是叫Test 就是把这个原型去让它user test出来 然后Sprint它的特点就是我曾经我们做的 就是让所有这些PM Engineer 他们自己去做Test 就是跟用户面对面的交流 然后我发现那个效果非常神奇 就是有时候你看像我们设计师或者researcher 他们做完research之后 然后去去用这些数据去试服 说服PM或者Engineer 你看看这些他们多frustrated 但这很难有说服性 就是我们毕竟是二手资料对吧 然后如果他们就是面对面直接就跟他说的时候 然后就会发现有些Engineer 可能说啊我就想做这个什么 就是就是这个intelligent这个东西 然后发现跟人家聊完之后就回来说 嗯觉得这个心不通 就是这个self-educate的一个过程 就不用我们去说 对那其实就是Sprint就是这么一个五天的形式 然后但是它不是说我五天结束了 我这个项目就做完了 它是一个好的开端 对的就是你做完这个idea之后 你觉得好这个方向大家都同意了 都想去做的时候 后面的合作还有execution就会更好 更融洽的去进行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我听上次比较适合创业公司 最后的创业公司 如果你们要自己做产品的时候呢 就就比较适合大家先Sprint一下冲刺一下 比如五天把这个东西先搞出来 就搞出来之后你就可以再慢慢去优化它 再去改进它什么的 如果是就来来后回拉拉扯扯很多项目一起搞呢 就可能要很久呢 对于创业公司来说可能是会很慢的一件事情 对对吧 其实Sprint的源源是从Google Venture来的 Google Venture就是Google收购Startup 这么一个组织 然后它的创始人Kate Napper 她是一个designer 她自称是那个世界上最高的designer 她有一米九几吧 然后对她就是说 她当时就是大量的给这些收购来的startups 做Sprint 然后去让他们更好的定位他们的方向 然后之后慢慢传到了Google的其他的不同的组 甚至现在就是像Google外部的组 然后一些startup 还有一些公司都在用这些methodology 然后它其实在各种不同的产品stage 都有一些贡献 然后现在也演变成不同的一些形式 就不只是这种五天形式 因为在这种大型的组里面 你很难找到五天时间 让所有人去做这么一件事情 可能现在更多时候说是 我这一天用了几个小时 大家一起去做这个事情 或者甚至是把它拆分成一个月这样 明白明白 所以就是有不同的衍生吧 然后根据你的那个产品特点去做一个调整 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渊源 就是说是从Google Venture出来 然后推广到Google的其他的产品 然后现在又推广到整个硅谷 可能是一个非常值得其他公司 甚至中国的公司去学习的一种方式 叫做这个设计冲刺Design Sprint 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更有兴趣的话 还可以继续关注VBI的频道 跟他多沟通 那是这方面的一个专家 还在学习中 就是还在跟很多优秀的Spring Master 去交流合作 非常的低调 非常的谦虚 非常感谢大舅来分享 关于PM这方面的理解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 就分享到这了 欢迎大家的收看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多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是Vivia 感谢大家 也感谢Vivia今天邀请我有幸在那频道做客 那欢迎大家这个转评赞这样一个视频 然后呢去关注Vivia 也关注我的这样的一个自媒体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拜拜 What's up 大舅 What's up 小V No mercy 哈 好 有没有 哈 这 点 5